我们今天在这里吃饭 我们在聊这个叫什么呢 聊这个新加坡的吃喝嫖毒 先看看这个月亮 我们现在在这个叫牛车 牛车水 牛车水的这个 这个十阶吧 算是 这算十阶吧 这里应该是牛车水的十阶了吧 那你看啊 中国菜 很地道的 酸菜 等一下老板娘来 我问她 她要不要 我给她宣传 安生许来 先聊聊吃 你土生土长新加坡 你觉得你这里吃的那个最 就是最 怎么说 最主流的 在新加坡 太多了 不不不 我们讲太多 我们讲主流的是什么 主流的吗 新加坡 你最主流的 就说你们平时 你要吃到吗 呵呵呵 哇 做不完 鸡饭啊 肉骨肠啊 超 不 我的意思是哪里的那个风味为止 风味 马来风味啊 马来西亚风味 马来西亚风味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风味还是最主流 你知道什么吗 其实我们新加坡很多食物都是超马来西亚的 都是从马来西亚那边带过来的 然后中国人把它改良 没有 然后我们自己就改良一点点 哦 一点点的 大部分的都是马来西亚 就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食物的话 马来西亚食物还是比新加坡好吃很多倍 马来西亚我印象最深啊 以前在内地的时候 我的印象最深就是咖喱 马来西亚吃得到新加坡也吃得到 马来西亚吃得到新加坡都吃得到 对 不过那个味道啊 新加坡吃得到马来西亚都吃得到吧 也是 也是对 马来西亚吃得到新加坡不一定吃得到吧 啊 应该是这个逻辑吧 嗯 我觉得 都可以了 大大部分的东西 不过我告诉你 这个味道啊 可能马来西亚他们的味道比较重 那种口味 嗯 因为新加坡来说吧 甜甜为主 哦 新加坡甜为主 对 甜为主 马来西亚是甜为主 对 对 对 我觉得 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菜啊 做得比较入味 对啊 对啊 吃的就比较感觉 嗯 比较有味道 新加坡其实也有 但是你要找就有点难 对啊 啊 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我们吃的 很多旅客来新加坡 哇 新加坡东西好吃 嗯 他们还没试试看马来西亚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新加坡人 炒东西还是煮东西 其实都随随便便 真的很随便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只听说过马来西亚美食 没听说过新加坡美食 就外面的宣传啊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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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好 那么 那么 马来西亚 对啊 如果我们说要吃 去马来西亚 路边汤 越脏越好吃 哈哈 哈哈 你千万别去那个什么 什么酒楼大饭店啊 这些啊 这些都是坑人的 不要去 去那些 路边汤哦 那种 哇 马路边啊 没有店铺的啊 什么推着车的啊 也可能没招牌 哦 就是推着车 然后在路边那边 然后炒啊 什么的啊 哇 看起来很脏哦 味道是最好的 OK 新加坡的话 我们今天我们对啊 我们要重点谈的是新加坡的 吃 我们吃喝嫖赌啊 一条龙来 新加坡如果 你第一次来啊 或者是一个 来旅游啊 嗯 小贩中心哦 小贩中心就是那个 大排档这样的 叫什么 巴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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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萨不错啊 里面有一些东西不错的 嗯 是啊 这东西不错啊 这东西不错啊 然后 著名的你就要问这里的人啊 就是你想吃什么的话 你要问这里 嗯 比方说 你带我吃了一个什么 和 那个 蛋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生蚝煎蛋 你们叫什么 哦 蚝蛋 蚝蚝 蚝蚝 蚝蚝是福建话 好蛋嘛 好蛋 对 然后我 让我回忆一下 你带我吃了几个东西啊 沙爹 沙爹 那个烤 那个烤猪肉 烤鸡肉那个沙爹 我秀两天呢 嗯 然后那个 几天没看见你 他 他都没法 他都没法工作了 嗯 嗯 然后那个 肉搓面 肉搓面你带我吃过 嗯 还有 我那天点的那个是什么 啊 那个是 咸蛋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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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美女给我们推荐一下 那个你们马来西亚 最出名的是什么 多 太多了 说两句 最出名的 马来西亚最出名的是 他们不同 每个州就有不同的出名人 KL的话就是基隆坡嘛 他们是著名的那个炒面 福建面 KL福建面 那个好吃 KL福建面 你这样你就 因为好吃不好吃这东西很个性化的啦 你说你心目中 你们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最好吃的 你只说三样 我们也不要说多了 不管是面啊 还是什么馄饨啊 还是什么汤啊 还是什么小吃啊 好不好 其实说起来基隆坡要吃的话 要看地方 我不不不讲基隆坡 我们讲全全全全全全全 全马来西亚 全马来西亚 椰姜饭 什么 椰姜饭 椰姜饭是什么 椰姜饭 那个辣死米吗 椰椰椰椰椰子的那个椰姜饭 我我到今天还没吃过 我已经看到了 你没吃过啊 我一直在想吃 一直又忘记吃 哈哈 应该你们吃不过啊 因为它的那个甜嘛 它的辣就带点腥味 哦 椰姜饭还是辣的 对啊 还椰姜饭 我以为是甜的 你可以不吃辣的 不是不好吃啊 我以为是甜的 别放辣椒就不辣了 它辣椰是带新的 椰姜饭是第一个 然后呢 第二个 福建面也可以 福建面 又不同朝法 然后新加坡 新加坡的福建面 冰城 新加坡的福建面 又不同朝法 冰城是不是吉隆坡啊 不是不是 在在上 哦 北边 嗯 不是北海 北边啊 嘿嘿嘿 然后 那个福建面 就不同朝法 看你喜欢哪一种 我还是喜欢新加坡的福建面 你讲讲那个 新加坡最出名的肉骨茶 新加坡肉骨茶不一样 因为新加坡人的口味 他们喜欢白胡椒的 白胡椒 对 然后其实马来西亚的 他们是 药材的 哦 对 药材的比较好吃 你觉得 你从马来西亚过来 你觉得 他肯定喜欢比辣椒 新加坡这边的 吃 和你 马来西亚比 那肯定马来西亚 肯定啊 而且又便宜又好 对啊 便宜又好 味道肯定好 有些是做得很好 有一个是 40年了吧 那个 牛肉面 嗯 牛肉面 他爸做的时候 是真好吃 哈哈 他儿子接手以后 不好吃 牛肉面是在 巴达丁区的 加拉阿罗 加拉阿罗 他对马来西亚好熟 你发现了 哈哈 巴达丁区是 加拉阿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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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好吃 哎呦 sorry 你帮我再拿一次 啊 我们喝这个酒 喝这个酒 我大部分时间喝这个酒 好 我们讲吃 吃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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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喝酒 你们这边好像主要还是啤酒为主流 是吧 威士忌 乐总会的话就威士忌非常多了 不 我们就讲平时开始嘛 那个 因为我在 我在 我在那个叫什么 就在那个 哎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 就是那个 很多吃饭的地方 嗯 巴萨 对啊 我在爸他看很多人就在喝啤酒 啊 但是你们这边就是喝烈酒的人还是比较少 嗯 就威士忌啊 VSOP啊 那些 烈酒我们通常都是在夜总会喝 或者 酒吧 酒吧 啊 家里 在家里反而喝这个 对 家里喝烈酒的肯定是比啤酒多了 因为啤酒都是 哇 每个人就是几个人聚在一起 然后就喝啤酒 在家里的话 通常都是喝烈酒 通常啦 我是说通常 不不不不你刚才说几个人聚在一起 在家里是吗 是指一个人 一个人啊 对啊 一个人反而喝威士忌 对啊 喝得好快点睡觉是吧 对 而且是喝比较好的 贵的威士忌 都放在家里 对不对 也不是说家里没喝啤酒 家里也有 只是看个人啊 个人 多数 喝威士忌的夜总会了 吃 喝 我们顺便讲讲抽啊 这个 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叫什么 南岸东西特别贵 抽烟啊 一个抽烟一个喝酒 你们的酒真的是超贵 就是因为这个烟酒的碎可能太高了 真的超贵你们 不高 还不高我的天哪 政府 你知道这个酒啊 政府吃的 我在大陆我大概啊 我不要说大陆吧 嗯 因为大陆它那个酒水我也搞不清楚 我们讲在澳门和香港 嗯 香港的酒水算比较高的 澳门低一点 嗯 哎呀距离多少钱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比你这里应该要便宜到一半左右 肯定啊 然后你的烟也是 肯定啊 哦你的烟呢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香港是澳门是澳门便宜一点澳门一般的烟五十块钱一包 你这里什么烟按人民币划算啊 你这里什么烟都要七十块八十块 哇跟美国一样的啊 嗯 嗯 政府吗 我们就顺便说说这个抽 抽 吃 吃 喝 好讲瓢 瓢的话呢 我等一下 让几个妹妹来 我们先聊一聊这个这个新加坡怎么 首先瓢是合法的 但是也有非法的 就说它有合法的区域 对呀 那么呢 嗯等一下呢 我 让他们女人再出来讲一讲 他们对这个瓢的看法这个才过瘾 哈哈哈哈 好你来你来你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新加坡的瓢 即使瓢 小心 新加坡瓢我觉得 不够刺激 不够好啊 还不够刺激了 不够好啊 你都可以你都可以免 不你都可以合法你还不刺激啊 哎 你到任何你到别的国家 难道一定要把你抓起来当瓢客 没有啊 要关你 你试试看 我们说东南亚咯 去泰国也好啊 去越南也好啊 菲律宾也好啊 亚加达就是印尼也好啊 哪怕是 菲律宾没有合法的吧 没合法 不合法 对呀 可是 合法这个东西呢 其实你 也非常非常非常灰 很灰你知道吗 灰色 很灰啊 就是也没有说 哇 警察就每天来扫茶 这种还是什么 不是的 然后你看啊 我们 整个东南亚里面 新加坡就是 嫖 虽然是合法啦 我们说 最无聊啦 最没事情做的 你怎么无聊 你这里也有各个国家的 啊 不是 你主要讲讲 对 主要我们讲 嫖 嫖的话 你说还钱 然后 然后 就是 就是付钱啊 付钱 然后 干一泡两泡出来那种 哎 哪里够比东南亚的好啊 东南亚你说什么国家 我们说东南亚 你不要把那个 那个口律淋出了 我首先问你 这里合法的 那都是 什么样的地区的 泰国越南比较多 泰国越南 还有大陆 还有大陆 对 然后还有本地 本地没有 比较少 很少 几乎是 少之又少 哎 我问你啊 这边也不是有印度人吗 对啊 印度人看不看这一行啊 有啊 印度人也看这一行 有啊 这里黑妹 有啊 有啊 不过 在牙龙区比较少了 最近比较少了 这几年来都比较少 就以前有过 以前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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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人 因为我一直不知道印度人也看这个 很少 现在 现在这几年了 少之又少 所以最主要的 我告诉你 最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 我们男人嘛 就是要寻找那种刺激感嘛 什么 哪方面刺激的 嫖啊 我们说 嫖啊 给你嫖啊 对啦 付钱拿你资金嘛 就是我很想来吃个饭嘛 对吗 对不对 那你等于说你付钱吃饭 你觉得不刺激 付钱吃饭是什么刺激呢 要怎么样吃饭才刺激呢 你看啊 我们说泰国了 泰国 泰国就分很多不同地方了 他们的嫖就分很多不同地方 他们嫖不是合法的 不过他们的那个 经济啊 70%都是因为嫖而起的 对 可是你看他们就有 阿哥哥吧啦 阿哥哥吧 就是那个酒吧里面 女孩子就是不穿衣服的 就是在台上跳舞的 不穿衣服的 对对对 然后他们也有 全部脱关的 也有对 然后也有那种酒吧 就是你走里面 你喜欢哪一个 你就直接搭上 就走了 也有那种disco 那种就是里面 你跟女孩子说话 然后对 然后也有那种 付钱的那种也有啊 就是 就是 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等一下等一下 我打断你一下 你的意思就是说 在新加坡 男人要出来偷心 嗯 偷吃 哦 或者说 单身汉要出来耍 嗯 几乎就是花钱玩 不花钱玩很难玩 呃 不是 他们花钱玩就是 很像 我们新加坡我们牙龙区 叫鱼缸 鱼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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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玻璃 对 然后里面就坐着女孩子 对对对对 然后你喜欢哪一个你就挑嘛 就很像鱼缸这样嘛 嗯 在一个鱼缸里面的鱼 撈金鱼 撈金鱼 就是那些鱼里面 你喜欢哪一条鱼 哦我喜欢这一条 就是这样子的 嗯 对 可是 你要知道说我们飘的时候啊 我们是想进入大海 然后我们去捕抓那个鱼 那个才就是 哦 你要玩野生的是吧 对 哈哈哈 对 对 哦原来是如此 对 一直没反应过来 对不对 你说对不对 我了解了 你刚才说你这么说我 我了解你的心态 对不对 哦 我现在问一下这个 这个 因为我们正在聊瓢 这个 女人啊 来 你能不能说两句 女人对这个瓢啊 你是怎么看的 男人 男人嫖 你作为一个女人来讲 你的这个事是怎么看的 看男人普遍啊 怎么怎么看的 男人可以嫖 女人不能嫖吗 哎 男男生有需要 女生没有需要吗 没错 所以说我就要 我就要问第二个问题了 就说你们女人在新加坡 或者在马来西亚 有没有嫖的地方 指定是有的 指定是有的 你不知道而已 对 因为我不嫖啊 我没有错 我有打火机 拿着一下 我就拿 他在车上 没有 就你们对男人嫖怎么看 就说 就说很反感很讨厌 还是 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对啊 我就说你呢 你是怎么看法吗 看你有 看你 哦 工作了 我等一下问老板娘 看老板娘怎么说 老板娘一定嫖过 老板娘当生很多年了 一定嫖过 不过这个嫖呢 就跟刚才我们兄弟说的一样的 有这种自然 玩野生的 还有玩这个金鱼杆的 嗯 刚才我们讲的都是这个 合法的 你现在呢 讲一讲这个 就是说啊 除了这个 亚龙啊 就那种 那种地方之外啊 还有什么地方 你那天到 你那天带我去 那个 你带我去过两个地方 一个KTV 一个酒吧 嗯 我也了解了 嗯 然后呢 你就是说那个雕花场 雕花场 雕花场呢 我一直不懂那个雕花场 你不不不不 听我讲意思 这边有一件 等一下我们吃吧 我们去 不 我的意思就是说 给我们这些朋友就介绍一下 好幽默 我现在跟大家在聊什么呢 新加坡的吃喝嫖赌 聊到最关键的一个位置叫嫖 然后呢 然后呢 最关键的就是说 现在女人 你在叫我 新加坡女人对这个 拍不到我们的 都别人 新加坡女人对嫖是什么看法 合法的嫖是什么看法的 对我没有言 也不 也不 也不得不懂 不 你怎么看法的 我是 我是 比较保守的家庭主妇 对啊 对这个社会的一些东西不太了解 哈哈 你说男人嫖 你对这个嫖 这个是怎么看法的 男人 男人有钱就要嫖了 没钱找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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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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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 就说你对这个男人出去偷吃 偷薰 你怎么看 而且呢 新加坡更坏 大陆还禁止 他这里还居然合法 所以你怎么看 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知道啊 啊 还有这个经历 因为咱是比较 比较内向 不要加提示 年轻的时候吃八九 水 对 你一定有看法的呀 你这 你不说就算了 那我们就讲赌了 吃喝嫖赌 我们来讲最后一个赌了 你对新加坡赌场熟了吗 你那天你那天你那天讲得好好的 新加坡赌场以前呢 那个国家里呢 就禁止开赌场的时候呢 哪一年开始啊 哪一年哪一年开放的 12年哈 2012年才开放 对 2012年开的第一个哈 圣道沙 我们紧接的赌金沙啊 金沙是哪一年开的啊 金沙就前后差不多一年 差不多一年 哦 啊 金沙也好 就是说以前不会理解 这个赌啊 吃喝嫖赌啊 吃嫖 不会影响到家庭 但赌和赌啊 真的会害子 害子 害家人 害朋友 啊 其实赌是蛮可怕的 对啊 每个人都抱着那种侥幸心理 其实我们再搏过 搏一下哈 但是你每搏一下子 真的就搏到底 就搏到你 就搏到你 在而放弃身了 看到太多了 新加坡我看到太多人了 也就是新加坡也就只有两个赌场 是吧 还有赌船呢 还有赌船呢 还有赌船 啊 赌船 赌船是怎么玩法 就是说是每天晚上都有船上 还是 每次上去每次都赢的 不不不 不不 不我先问你 就是赌船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 然后上去还是什么 对啊 每天都有 对啊 然后他就是晚上 最后一班船是八点 跟香港一样 对 香港金沙嘴那边也是一样 对 然后他是第二天 对 然后有一个赌船 对 是吧 跟香港一样的 对啊 然后他上 然后 你上去的时候 你已经是半条轮命了 你底下是很晕的 对啊 然后他是要开到公海上面才开 对啊 那现在你 你这边不是已经那个了吗 合法了 就 还是没拿到牌 赌船我告诉你 赌船里面 嗯 我 你拿的 我 我喜欢去赌 你介绍一下 你们新加坡的赌啊 赌船 好玩就是因为 那种 你上了公海之后 嗯 你就是失去了联系嘛 你根本也 手机都没 手机都没信号啦 大部分都没信号啦 大部分啦 除非你去买他们的Wi-Fi 哇 他们还是有Wi-Fi 对啊 你上火啊 哎呀 你上火了就是还要过吗 哼 然后呢 那边玩的也是比较小 啊 对 那边最大的 等一下我问你啊 他在香港是这样的 嗯 他是晚上九点半 还是几点钟 开始 上午五点钟 六点钟他就收了 没有啊 都是24小时啊 24小时啊 你说你上去就可以开手啊 对啊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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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香港不一样 对啊 然后然后然后里面呢 香港是他妈的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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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把船啊 就一直还要开到公海上面 然后呢 哎 他免费啊 我们我们对免费自助餐 其实很简单的啊 其实我们 因为我们新加坡上赌场 要给150块嘛 现在是150块 以前是100块 然后赌船呢 赌船是48块 哦 便宜一点 不是 因为48块 然后你上去 你换800块新币 800块新币 他就给你那个 那个 48块给你800啊 不是不是 你换800块 哦换800块 你换800块 他就给你那个 他给你一个床位 不是 他就给你那个 那边有一个换马子的那个 他就换你840块 你就有840块的筹码 那晚上要睡觉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另外再买那个 对 对 要买那个仓位 对 多少钱呢 810到840的话 就是礼拜到840的话 就是星期天到840的话 就是 好像40块 还是还是还是50块 然后 然后 香港是买 香港是买1万 香港是买1万 就送 周末的话 就 就变 double 变80块 对 如果你要有窗户 的话 就不上价钱了 那你要有那个 阳台就不上价钱了 那个 那个 过酒就很便宜 烟就很便宜 为什么 因为那边不收费嘛 不收税 不收税 谁啊 哦 不收税 人们都要抽烟 抽烟还必须要站到外面来抽 哎 好 那么你聊一下那个 我们新加坡就说 两个主要的赌产 嗯 圣桃沙跟金沙 金沙 对 那么 你对这两个赌产的 那个感觉 你讲完我 我来讲我的感觉 哈 其实呢 因为 圣桃沙 都是比较旅游圣地 比较广 其实金沙也是一样 因为圣桃沙里面 圣桃沙是一个旅游圣地嘛 就里面有一些风景区还是什么 里面有很多东西玩啊 圣桃沙里面 就你要看新加坡的历史啊 然后要看什么什么都有的 然后 新加坡有一个Universal Studio 就很像迪士尼热园这样子 哦 那个什么环球影城的那个 对 对对 那个也是 也是在圣桃沙里面 对 所以如果你是要 就是 看看新加坡的景点 然后又要去赌场的话 圣桃沙会比较好的一个 比较好的地方 他是偏旅游 对 那如果我们说玩百家乐的话呢 你就 圣桃沙就比较不好 因为他们抽烟区就是 差不多有20桌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抽烟区 那边也是 差不多开一个五六桌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不能抽烟的 然后就是 就是 很讨厌 对 有点讨厌 对 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的那个百家乐桌 就是一直在不同的那个 不同的那个地方 那金沙就不一样 它全部聚集在一起 抽烟区就是 全部的百家乐桌 都聚集在一起 对对对对 其实它这方面还是比较经验的 对 然后 然后抽烟区就是 在整层 整层 我们讲地下 就是整层就是可以抽烟的 对 哦 我现在抽烟 半个屋檐一下 会不会罚我的款 其实是会的 会啊 哈哈哈哈哈哈 他们跟我讲说 在新加坡 路上抽烟 随时准备五百块钱 是的 是的 有个新币哦 2500 坐一次两百嘛 坐一次两百 对啊 一千块 对啊 所以 金沙还是比较好多 金沙还有很多 很多那些比较 特殊的那种桌台嘛 Fabulous 4啊 呃 那种 台 那种不是桌台 就是那个那个台啊 哦 他们有Fabulous 对玩法 哦 那里也都有 对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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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多礼拜前我去过 都有 Fabulous 4有吗 有有有有有 有吗 有 我最后只去的时候 是去年十一月的时候 没有耶 你说四点是吧 四点那个没有啊 四点没有 台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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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台阁而已啊 然后队子这些啊 这挺普通啊 啊 堵船就没有 堵船只有队子 那就是正宗的了耶 对啊 对子 然后六点赔一半 可是都 可是 谁开的呢 啊 我也忘记了公司名字 是不 意思就是说是新加坡人开的还是 很像不是 啊 然后很像不是了很像 我自己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可是那个 没有老虎 就是没有台阁 然后啊 很像是没有 对应该是没有 老板娘 你对这个堵就是很有感觉吧 那天那天讲的不知道多好 你讲的东西里面 我跟你说啊 我的我的课程里面啊 起码有两个点跟你对上 真的起码有两个点跟你对上 他是个老堵舌 是吗 开玩笑 老堵客来的 这个 摇头 不是老堵 我是之前刚开赌场的时候 尤其圣道沙和金沙 然后呢 我有去 但是我到13年的正月 我就一次再也没有去过 哇 我自己给自己下 那你七年没经过赌场了 对 那我有去别的城市玩 澳门 我去澳洲 墨尔本 我去柬埔寨 柬埔寨的可以去吗 那边都长得像是 可以可以的 柬埔寨金边 你是不是去金边 对我们在那个 哪个哪个 哪个我 对 玩可以啊 玩大的 玩小的 那边也是玩美金 那边 整个玩小的都都无所谓了 玩几千就 几千块无所谓了 嗯 就想想的就 反正理由嘛 我朋友在那边开餐馆 哦 这是理由了 对 没有啦 就是说 这个东西 近一点啦 近一点啦 我现在拉不长 近一点说说 这是做干啥呢 直播呢 没有直播 我这录录视频 我等下看效果 效果好我就 喘上去 效果不好我就不喘了 就没录影了 就录影嘛 现在就是大家聊天嘛 聊什么的 主题就是 新加坡的 吃喝嫖赌 现在我们就聊到赌了 最后一个环节了 啊 所以说 聊聊 哎 我 你躲躲闪闪的 我本来就想来推广一下 顺便来 推广一下你的餐厅 这个 有一样不好就是 嗯 我们说 赌啊 赌啊 赌影啊 赌影你上影的时候 你知道 可是赌播你上影的时候 你不知道 对不对 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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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的话他怎么会有 一三年就不进赌场的呢 诶 其实错了 可能是已经是到了一个阶段了 就觉得说 嗯 不要了 就是这个东西 当你一个人 你到了 就是 赌的时候 赌到极致 赌到不能控制的时候 对你才 这个时候就是看你这个人的一个 真正为人的品质和你的定力在哪里 还有一点你的价值观 你自己的价值观 人生观 你对你自己 这个我非常同意 什么对重要 对 比如像我 我这个人哈 我觉得我的孩子很重要 当我最赌到极致的时候 我会想到 哎呀说太好了 以后我的儿子怎么办 如果儿子像我这样赌又怎么样 如果有一天我那个倒霉前 他继续读书怎么办 我想到 我为了自己所爱的人 哎呀 鼓掌鼓掌 真的说太棒了 你这句话说的 真的说到 说到位了 这句话说到位了 所以说 我觉得 人不说吗 世界上 其实 想改变一个人是很难 但是真正能改变一个人的人 就是说 是他在这个人心目中 什么最重要 就价值观嘛 这就是价值观嘛 对吧 是 所以我跟你说 给老板娘点赞 给老板娘点赞 别点赞了 反正但是我 你来 你来新加坡20年了 整整20年 刚才我们讲吃的时候呢 那这个 这位呢 是土生土长的 嗯 他就讲了 他就一直在讲 就是说马来 下比这边好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就想 你作为一个移民啊 就是说 你对马来西亚的这个吃 因为我刚才看你在跟客人聊天嘛 所以我就没叫你 我朋友 你随便说几句 就是说 你对这个新加坡吃的这个感觉 就是 因为你本身又是做这个的 全世界说 那个谈到美食啊 就是 要是我倒退十几年前 新加坡不算有美食 但是现在 咱们推到今年 就是从去年 可以说全世界最美食的地方 就是真的就是新加坡 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现在在新加坡 它阳派的西餐内的 还有中国餐都已经忍尽了 综合到一起 再加上它本地餐 可以称之为真正的美食在新加坡 OK OK 你说的这个话 我是这么理解的 就是当年上海开饭了之后啊 事实上呢 我觉得上海吃的是 除了上海本班菜之外 就是特别烂 什么都做的烂 可是呢 随着它那个经济发达之后啊 它就越来越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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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宗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 比如说潮州菜啊 法国菜啊 西班牙菜啊 各个各种东西 然后那个 香港就不用说了 想吃啊 上海呢 现在也是越来越好 澳门呢 就更不用说了 我觉得澳门也是很棒的一个 绝对美食之都 但是我没想到老板娘刚才居然说 新加坡现在成了美食之都了 那新加坡呢 那新加坡呢 你跟我说这个事 我 你说这个我没去求证啊 但是蛮有趣的一个新闻 就是说 海底捞老板 现在已经是新加坡的首富了 你问他肯定知道了 那他很快就成了首富婆了 海底捞就成为新加坡的首富 真的 哎老板娘 他说海底捞 那个老板 现在是新加坡的首富了 问他 他捞不到新加坡首富 直接做餐饮 那他比较是领先了 他是首富啊 他是首富啊 他怎么首富 他是首富啊 我跟你说 新加坡人有钱太多了 哎呀我知道是 现在全世界很多富豪都在往新加坡移民 跟着跟着我们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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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就是netwerfer 他是首富啊 哦 那他不知道 他是首富啊 我就说啊 我就说啊 这给你很有机力啊 你很快就成了首富婆了 喂 不会了 你你干了一个餐厅 我跟你说 你的餐厅那个菜不比他差啊 没有不可能 我跟你讲 我在新加坡2016年就开火锅了 啊 但是我做的模式是这种家庭式的 人就是格局在哪里 一个人的格局和一个企业的格局也很重要 对 像我就做的就是小家小户的 养家户口的 人家是做的大志向 要带一种品牌性质的 不一样的 本身那个就是格局就 没有啊 我觉得你也在玩品牌啊 你你这个沸腾鱼 你看看一下 你这个沸腾鱼现在在我心目中 你就是一品牌啊 对啊 等一下我给你把这个门面拍一下 所有的朋友 你们你们看一下 到刘车水到他这里来吃 你们看一下啊 新加坡就是8月29号了 Hopport Billion Air 新加坡Richards 啊 看得懂吗 就是Forbis 它是13.8 对 到1啊 新加坡最有钱 Billion Billion应该是亿吧 对啊 就是Forbis 13.8 亿 怎么能 亿美元 它怎么能算首付呢 这个是Forbis的那个 你看看 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新加坡的 因为它算是它算是它算是它财产公开的 对 有很多你说的富豪 金钱方面就可能 没有 不 中国有一个叫什么呀 面对面的餐厅啊 叫什么呀 面对面的餐厅啊 那个叫什么呀 是做 叫面对面 张勇啊 张勇 张勇 是 他是四川还是一个小城市的人 就是现在中国有一个企业 简阳还是什么哪里 什么阳啊 我忘了 就是成都和重庆之间的一个城市 我跟你说人有多大的财气 刚才我们几个 刚才你知道 天注定是吧 你想说 刚才跟我们坐在一起的那两个老板 你知道是谁吗 对 有一个事实说 刚才说的过 他们跟我打招呼 就是前面东方美食最火 现在新加坡最火生意的老板 一个是开货的老板 我们在刚才坐那是火锅嘛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那个老板你也是啊 经历也好 看得好 人的财气 是与命相符的 还有一点呢 你的富贵游天 如果你有的财气 真实有命 没有得 你也是接受不了的 对 就是你得不配位 得不配位的时候 你的身体就会糟糕 对 所以呢就是我们嘛 做的 我对生活要要求的简单一点 就像说现在这个疫情来了 我们知道什么叫健康重要 也知道自由多么的重要 这是网上才说的 但是我悟出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想吃什么的时候 可以呢吃点可口的 这个就是要有家的感觉 当你想穿的时候 就是我们喜欢东西 我们不是说喜欢多有牌子的东西 至少穿的舒服 够和我们的那个自己的那个 自己的那个品味哈 就是品味 德 品德都要就是老年以前讲的东西 我们都要匹配的时候 你才算一个真正的快乐和幸福的人 即便你有的人很多钱 他每天矫正脑子想的是什么 他不快乐不幸福 所以快乐又简单 但是你达到又是很很不容易的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 这个是 其实我对人生有很多的 老板哪天我跟你说 我对人生的看法 就包括这个牛色水这条街啊 我在这条街混的是最久的 但是 最早还没有忘记了 他就在这开餐厅了 我就在这条街了 106年这条街我就在这条街了 20年前我就在牛车水了 我20年没有离开过牛车水 我今天说一句话 我看到的 看到的 听 阅人无数 咱们没说 叫阅人无数 但是我对于生活 我不羡慕谁有 我年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 我不羡慕谁有多少钱 但是我很羡慕 谁有一个孩子很可爱 长得好玩 就是那种发自心的喜欢 我重新到一个农村 看到一个小孩子 长得很可爱 但他把冰淇淋很脏 我就拿打来一盆温水 把他脸洗得干 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 我就对孩子喜欢的程度 要比喜欢金钱更重要 我的朋友都是知道的 胖子是不都知道 胖子 喂 哈哈哈哈 说你呢 兄弟兄弟 一起过来喝呗 哎 跟我一样 你说的这个 你说这个幸福啊 我见到最好的一个 怎么说呢 不说要解释 就说 就说一个表达 他说 人这一生呢 他最大的幸福啊 他是什么呢 是来自于情谊 感情的情 友谊的意 情谊 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是朋友之间 亲人之间 那种感情 他 你拥有了这种东西 那才是 你一生最幸福的 你会在网上别流藏吗 幸福呢 其实每个人的幸福点 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幸福的感觉 就是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能够做到真正的幸福 就是你要内修 你才会感觉到幸福 如果你的心 内修 你的心要好 才会真正的幸福 如果你比方说 所谓的 我很幸福了 是你自己说 你的幸福幸福 所以说 虽然不是被外界评价的 如果一个人的脸 长得很纠结 很没错 他的脸就给他了 你想他能幸福到哪里呢 人都说 老人都讲面 古人讲面容心声 这个确实 当你的心很没错的时候 你的脸不可能灿烂的 对 对 那么还有 还有一个说法 讲幸福 就说 幸福其实呢 就是能力和 欲望之间的一个对比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如果说 你的欲望很强烈 很高 你很想要很多 很多东西 可是你的能力达不到 那你不是整天 都活在痛苦当中吗 这是一 第二种就是说 那你可以调整啊 怎么办呢 把你的欲望 降低一点 把你的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啊 把你的能力提升一点 然后你的能力 能cover你的欲望 对 你就幸福了吗 这是从物质的角度来讲 自助者 不 这不仅仅是自助者产乐 是你能不能降低你的欲望 还要讲这个 然后提升你的能力 还要讲这个 这个谁说了 就是一个我们中国一个很出名的地产商 逢轮 就北京的那个地产商 你不是大陆人 你搞不清楚 你也不在大陆很久了 所以搞不清楚了 是 王氏 跟王氏是一起 不 他们都是好朋友 就是这个 哎呀他这个地产公司叫什么来的 我忘了 反正他也是喜欢 他是号称地产界的哲学家 年纪比我们大一些 以前也是这个叫什么呢 就是体制里面的人 也许喜欢嘟嘟书的 跟那个谁一起的 潘石屹 跟潘石屹是一起的 嗯 哇 我以为这哥们是喇嘛 我 你刚才把我吓了一跳 我以为他是个喇嘛 嗯 你们厨师是吧 嗯 好 我们现在聊到什么了 聊到这个叫什么 这个吃喝嫖赌 哎呦 这个赌赌赌赌赌 被我们这个大姐一一一一聊 就聊到这个人生观价值观 一下又升华了 我们就让我们都没那么庸俗了啊 好吧 那就那就这样吧 那就结束了 我们